這件事短期之內不會完的 因為經過了半年的抗爭 這半年抗爭之後很多問題仍然未解決 包括了原本有的五大訴求 再加上政府在過程裡面放任警察 用一些過份的暴力去處理整個運動 結果也都令到警察的不守法 過度運用暴力 濫權 濫暴的問題進一步暴露 半年下來積落了很多敵意 就是香港人和政府的敵意 香港人和警察之間的敵意 而政府是不斷加強他的暴力 所以我覺得這些問題是不斷時間裡面解決的 今早林鄭月娥在記者會所說的話 也似乎在反映政府不打算進一步讓步 所以我覺得就算這幾天似乎社會氣氛是稍稍平靜了 但是我不覺得這件事會就這樣歸於沉寂 香港人這次顯示了一個很強的信心 也有很強的決心 我們就是要爭取一個合理的制度 我們要保證我們的政治權利 我們的公民權利 我們的個人自由 我們的新聞資訊自由 是得到保障 而且經過這次之後 受到啟蒙的不只是一般的所謂過往的政治抗爭者 而是很多中學生、小學生 甚至一些以前都比較支持政府的長者 大家看看兩個禮拜前的區議會選舉 他就清楚知道了 所以我覺得當整個社會都受到這件事啟蒙之後 政府又未回應到那幾大訴求 又積入一些新的問題 新的怨對之下 這件事不會在短期之內平息 就算街頭的抗爭活動會稍微休息一下 或者會稍微平靜一段時間 如果警察繼續好像過去幾天一樣 無端端就抓人 近距離噴胡椒噴霧 或者說很隨意地放催淚彈 用一些很挑釁性的語言 去面對一些和平遊行的示威者 或者說繼續隱藏著他們的身份 蒙著臉面作一作腹 我相信香港人不會就此算數 其實每一次比較激烈的暴力反應 其實都是首先來自警察意圖 用過份的暴力去鎮罰 如果不是濫放催淚煙 怎麼會有這麼多人去衝擊警察防線呢 怎麼會有這麼多勇武呢 原本政府說 我聽到一個傳聞 政府以為抓了一千多人 那些勇武就抓了 現在已經抓了6千人 似乎勇武的越拉越多 但是街頭的勇武也越來越多 證明了一點 就是香港人對於所謂勇武 或者一些所謂對政府 在這次運動中表現出來的 一些較為強烈的對抗方式 都是政府意圖用速戰速決 用警察強烈的暴力 所謂法定暴力包裝的暴力 去鎮壓香港市民訴求的一個結果 而因為這樣的緣故 確實積立了很多敵意 我覺得 我們和政府的獨義 我們很多人對警察很有敵意 你留意一下前幾天的遊行就知道了 所以在這些問題未解決之前 我相信就算在現階段看到 稍為平靜了也好 我相信只要有任何社會事件 都會觸發另一輪的對抗 事實上我們也都有一些很封土性的政治抗爭 已經是形成了的了 每年的元旦大遊行 七一大遊行 十一大遊行 以後可能更加多些六二一的大遊行 七二一的大遊行 八三一的大遊行 你很難 總會有人會就著這些 在這次很有標誌性的事件 是表達他們的不滿和訴求 正是因為這些問題未解決 所以每一次都會成為這些政治動員的理由 再加上我們政府現在抓了六千人 帶上庭的只有九百多人 還有五千多人 在等候法庭的法落 在等候進行司法程序 這五千多人很明顯 你在一個政治事件裏面抓六千人 肯定不是法治問題 肯定是一個政治問題 這五千人還要進行司法程序 未來幾年 司法程序每一次都在提醒公眾 有幾千人是被政府 政府因為這個政治訴求 政治運動而抓了 有很多是被濫打濫捕的 我覺得每一次的檢控 都會成為一個政治動員的一個平台 所以其實這次政府製造出來的麻煩 其實是沒完沒了的 未來幾年都會是一個充滿紛爭 和充滿波動 甚至可能是某些時機 充滿爆炸性的處境下 會面對這些問題 我覺得區議會選舉之後 市民調戲是順了一些的 大家的訴求清楚表達了 大家要表個態度表了 結果清楚反映了市民的意願 所以其實趁著這個時機 正正是政府需要做些事情 去回應香港人的 但很可惜林鄭月娥只是說會反思 其實他都反思了幾個月 不知道反思了什麼出來 但是很快 星期五就已經看到警察 就重新在中環的和里林鄭 就開始噴上胡椒噴霧了 然後晚上就抓了 將軍奧抓了那些小孩子 然後星期日又開始釘出煙 我覺得這些都是反映著 其實警察的行為還沒有收斂的 你再聽回我們那位新一哥 在上北京之前 去到北京之後所講的言論 你會覺得其實香港警察 仍然都是在過去幾個月 被放任了違反紀律之後 仍然都未能夠從這個錯誤的模式 裡面走出來的 所以在星期日那個遊行 八十萬人的遊行裡面 你看到很多警察都是用一些 很挑釁性的態度來面對示威者的 不過很幸運那天示威者 也都沒有作出一些比較強烈的反應 所以就沒有大件事發生 但是我們是不是每一次都期望會是這樣呢 不一定 因為事實上 剛才都說了 現在未來香港很多問題是未解決的 每一次的檢控都是一個政治動員 都是一個提醒 所以如果政府繼續用拖延的策略 以為可以令到這些街頭的抗爭活動 會就這樣慢慢沉積下來 完全不再發生 我覺得這個是有些思想妄想 香港人會利用每一個機會 向政府表達我們的訴求 我們會參與和平的示威遊行 是吧 在遊行裡面如果有些什麼事發生的話 有人衝擊的話 大部分人未必會好像過往那麼簡單 那麼輕率那麼簡單 就會說這些示威者的錯 因為我們很清楚看到過去造成這些 所謂有暴力對抗的場面 是警方的行為造成的 是政府的不作為造成的 是政府不去反應而造成的 也都可能是政府縱容警察暴力而造成的 我覺得很多人都已經開始有這種觀念 所以其實就算平靜了一點點 不代表事情會平息 我覺得五大訴求是一個口號 是一個訴求 但是大家都知道 五大訴求不會明天就會出現的 譬如說 雙普選 雙普選是 就算政府肯去重啟政改 不要說他現在不肯 就算他肯 都有一個討論的過程 探討的過程 所以一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政府說法也不是完全錯的 就是 他是不可能放了所有的示威者的 有部份如果真的在抗爭過程裏面 犯了法的話 他是很難放了他們的 是吧 就算你用回公民抗命的角度去看 公民抗命之後 你就要承擔法律效果 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其實五大訴求這個口號 叫出來就這樣叫 但是到頭來 要將事情平息 都是一個坐下談的過程 而坐下談的過程 當然是有一些 有些gif 有些take 所謂有些讓步 大家都有些讓步 我覺得有一些迫切的訴求 政府一定要回應 包括了獨立調查 因為這個涉及警察暴力的問題 但是其他的那些 其實我相信大部分的市民都會明白 不可能明天就有雙普選 所以我剛才說 這件事就算經過六月之後 因為政府今次的處理方法 這件事會在未來幾年都困擾著香港 因為我們要討論這些問題 你政府越遲去討論這些問題 越遲去作出合理回應的話 問題就會越拖得長 所以很多人都問我這個問題 究竟這件事的end game會是怎樣 如果北京不出解放軍 就是最後都沒有辦法出解放軍 他不夠膽殺了香港這隻特區 這個惠生金蛋的鵝 那香港的問題 始終是要用香港的方式來解決 政治問題也都必須用政治來解決 這個解決不會是三兩個月 甚至不會是三兩個年多 這個解決會參加 對這件事 最好的解決會 是一種特區的殺害 的方式來解決會 這件事是我們的